你的眼里只有你自己 你漠视家里的一切 也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 和你在一起 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力感 你真的太幼稚了 你总是因为自私束缚我的发展 限制我的自由 你对我所谓的爱 正在不断地消耗我 侵蚀我 你的异性朋友好像永远都比我重要 你对我的态度 让我觉得我就是个笑话 爱你的这一年 我变得越来越卑微 你只会因为无关紧要的人 跟我发脾气 永远都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如果再这样下去 我们的感情只会剩下互相折磨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董22岁来自河南学生 有请 小刘22岁来自河北学生 有请 大学同学是吧 对 谈了多久 谈了已经一年了 喜欢吧 非常喜欢他 非常喜欢 你呢 还可以吧 完了 这一句话已经看出反差了 男生是觉得你像女生的保姆是吧 对 怎么会有这感觉啊 就是他在家里面 他什么事情都不做嘛 躺在沙发上边就抱着手机 要不然看小说 要不然刷抖音 我难受的点是在哪 我忙了一天回来之后 就有的时候可能去收拾个东西啊 我觉得我需要他帮忙 但是他就是非常抗拒 他说哎 你一个大老爷们儿 你自己收拾得了 你让我干嘛呀 然后继续躺在沙发上边 看手机啊 看小说啥的 我觉得他说的不对 就是我们刚搬到那个家里面的时候 然后一开始 我就是觉得 是一件非常非常浪漫的事情 但是结果后来可倒好 我就觉得他把家务就是分得细细的 就比如说他今天做了饭 那我就必须得刷碗 但是我觉得你做饭的时候 我在旁边看着你 那我刷碗的时候 是不是你也应该在旁边陪着我呀 结果就因为那个事情 我俩大吵一架之后 就从那之后 我就不想做家务了 我觉得那你要是想干 你就自己干 主持人您听他这个话像不像话 不是你们家到底有多少家务啊 确实没有特别多的家务 就比如洗衣做饭啊 包括扔个垃圾 他都不想去干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交给我 那本来你说你要照顾我 你要承包那个家务活的 是吧 那你现在 那你就不遵守你的诺言 我没有不遵守诺言 所有东西都是我在干呀 我只是希望 在我需要你帮助的时候 你能帮一帮我 对吧 那你帮都不帮 那行 咱不提这个事 那就咱说洗澡的事 他一洗澡 那浴室跟爆炸一样 那下水到了 全都是他堵着头发 每一次他站到水坑里面洗澡 然后水都直接溢到那个客厅里面 我当时我就说 你能不能把那头发给薅一下啊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他都不薅 然后他说 你不会最后帮我弄吗 这个事情交给你做就好了吗 那又不是我想掉头发的是吧 你说现在年轻人 都有这种脱发的困扰 我本来掉头发 我就已经很害怕了 我生怕自己掉秃了 那我都已经很伤心 很害怕了 那你非但不帮助我 不安慰我 然后你还在我伤口上撒盐 你觉得你做得对吗 你说的太有道理 你所有的 就是都能绕到自己那儿 其实说白了 就是你懒呗 那当时他的袜子都烂掉了 我去帮他缝袜子 外卖员敲门 然后当时我吓一跳 直接扎我手上 不是 你们还补袜子呢 因为他穿袜子非常费 两天一双 袜子就直接破洞了那种 我就觉得太浪费了 就帮他捧一捧 你买点好质量的袜子行吗 他就喜欢穿那些略质的 那不是穿完 我就直接扔了吗 我们说的不是袜子的问题 我们说的是拿外卖的问题 那对吧 那当时我在忙 我说宝贝你去拿一下外卖 然后他翘个二两腿 说二斗爷 你怎么不去啊 那你离门口比我近 你不能去拿一下吗 再说那外卖 又不是我一个人吃是吧 那我手都扎出口子 你去拿一下咋了吗 这事咱就过吧 这事过 咱说其他的 他太喜欢网购了 前一段时间正好赶到618 他就买了一大堆东西 我推一个小推车下去 装了整整一推车 我当时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宝贝 我现在在楼下 而且我上去还有工作要忙 你能不能下来 接一下那个快递 确实你买的东西有点多 我要说自己需要跑两趟 他不 他说 你自己拿得了呗 我在楼上我再跑下去一趟 你嫌不嫌烦人 那就是你自己拿不上来 主持人您看 他瘦得跟个猴似的 我让他健身他也不健 他没有力气 他回头怪我 再说了 我买的东西 就是咱们两个人用的 对吧 行 跳个这话题 我有的时候都不想跟你吵 确实你太能胡搅慢缠了 那每天他吃完饭之后 他也不刷碗 就拿个水杯 就给他屋里面晃来晃去 你们这个日子过得 真是好无聊啊 我就觉得他有点小心眼 哎呀 我咋就小心 那确实呢 当时你拿个水杯 把那水都撒在地上了 你当时你都不带弯腰去擦一下 我都很害怕 你弯腰是没看到 你再拐回来 你摔一脚 你就低个头 弯个腰 把那东西给擦干净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那我觉得就是一件 很小的事情 那个水倒在地上了 你就让他自己风干嘛 这话题咱们不说了 好吗 孩子 行 你们这 我觉得没啥事了 我觉得有一个 我一定要说 他跟他闺蜜吐槽说 他觉得跟我谈不长久 主持人 你说他怎么是知道的 他自己偷偷看 我的手机知道的 我就觉得 他这个行为 非常的不尊重人 而且你知道 现在抖音上都说什么 这个世界上最不能看的 就是女生和闺蜜的聊天记录 你明知道你还自己在那偷偷看 那我能跟我闺蜜说的话 肯定就是不能跟你说的话 是吧 而且我就觉得 我刚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是一个 就是很恋爱脑 很幼稚的人 就跟一个小男孩一样 不现在不也是这样吗 确实是 所以长不了呢 就是说嘛 刚谈恋爱的时候 我就觉得 小男孩是吧 还挺可爱的 而且我也比他大一点 我就觉得就是一起谈 然后慢慢陪他成长嘛 谈了一年了 一点进步都没有 合着就是 我每天在家里面 忙死忙活 你天下家就在家躺着 我这就是不长大嘛 我这就是小孩嘛 主持人 您知道他小孩在哪吗 我肯定不知道 我知道我就是你了 您知道就是 有一次 我带他去见我的朋友 首先就是 也想让我的朋友 知道一下 我男朋友的这个样子 然后也想让他们 肯定一下他是不是 你说男生跟女生出去 都是男生 照顾女生多一点 他见到我的朋友了 他跟个大爷一样 往那一坐 他说让我去喂他喝水 让我去喂他吃东西 都是男生照顾女生 你这样就是让我照顾你 我就很不理解 他后来怎么说 他说这是我在宣示主权 这是我爱你的表现 我也要让你的朋友 觉得你也爱我 那家里面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来干的 对吧 你出去照顾我一下子 再说了 我为什么要在你朋友面前 宣示主权 那你不清楚吗 那还不是因为 你的闺蜜 总是给你介绍一些 男生朋友 最主要那些男生朋友 有的时候还做出了 非常越界的事情 那我不是宣示一些主权 对吧 你们看 我们两个现在过得很好 你不用再给他 介绍男生朋友了 人家给我介绍的是 男生朋友 又不是男朋友 你知道什么集吗 而且就在前几天 我又带他去 见了我另外一拨朋友 就是我的闺蜜 结果他到那了之后呢 我们几个人坐在那桌上吃饭 然后他就是叫我过去 要跟我说悄悄话 我就很疑惑 我说要说什么 我往耳边一听 他跟我说俩字 他说亲亲 我说什么玩意儿 他说亲亲 我说干嘛呀 我说这么多人了 公共场合是吧 那朋友里面还有单身的呢 你不考虑人家的感受吗 他就说你亲我一下吗 那你爱我呀 你亲我一下吗 就我拗不过他 你知道吧 我当时就亲了他一口 好 从那一口开始 到一整顿饭结束 一直都说亲亲 过了一会儿 亲亲 我吃没两口饭 亲亲 结果后来我就亲得 有点烦了嘛 我就觉得干嘛呀 是吃饭呀 还是上次秀恩爱来了 然后他就在下面 就是捏我的这个腿 他说你亲不亲 不亲我生气了啊 你说有这样的人吗 我让你亲我两口咋了嘛 不是你为什么呀 这全是主权啊 没有安全感 啥事让你没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的事情太多了 就是说一个最主要的让我听听 就是他男生朋友挺多的 然后就经常跟他们聊天啊 其实我最主要原因还是让他身边的朋友知道他有一个男朋友 而且感情非常好 不用再给他介绍男生朋友了 那我觉得朋友嘛 他就不分同性还是异性 你就说除了朋友这一块 他平时他整个人的控制欲都特别强 比如说他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第一件事 你还不爱我呀 你有多爱我呀 每天都问一遍 每天都问一遍 但凡把我问烦了 我有一天早上说了 我说不爱了呀 然后他就跟我在那生气 你说大早上你闹这一出直当的吗 那我想听的就是你爱我就这么简单啊 我问你爱不爱我 你就说爱我不就完了吗 那你也不能天天说呀 那爱我这个事情让你产生非常大的困扰了吗 就是他叫倒好 他现在进阶了 他每天问我的时候给我加点料 他说你爱我多一点 还是爱你前男友多一点呀 呀你们这个关起门来在家里说的话 我觉得这合适吗 那我就是觉得他太过分了吗 我觉得有点耳根子发热啊 那咱就说点其他的 对对对 说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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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跟男生走得太近了 呦这是大事 我就觉得已经到了那种离谱的地步 就是为啥 我总是在他朋友面前宣誓主权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闺蜜 明知道他有男朋友 还是会跟他推荐男生 最主要他其实推荐男生 推荐男生 他每期明月 那不是为了我以后工作着想吗 我多积累一点人脉 但是他明知道有一个男生喜欢他 然后他跟那个男生每天都在抖音互发消息 而且还合拍抖音视频 然后就偷偷摸摸瞒着我 他们就出去喝酒 那我们发的是那个抖音的视频啊 我都是群发的 我只不过就是群发的那个人里面有他而已 因为我们两个刚在一起 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公开一下 我们说我们两个谈恋爱了 当时我就跟他说 官宣 对 其实你可以发一个朋友圈 他当时承诺我非常好 他说行 然后他找了一个极其敷衍的文案 外加一个并不怎么清晰的图片 然后发了出去 我当时其实还挺开心 我说你公开了 结果他偷偷摸摸 跟他闺蜜说 我的鱼塘炸了 什么叫做鱼塘炸了 那个陆琪老师给解释一下 什么叫鱼塘炸了 就很多观众可能听不懂 咱都听 就是有一些时候吧 就是有一些姑娘有很多的追求者 然后呢有一个词 说这属于鱼塘 但也并不是跟他们有什么联系 有什么关系 只是追求者 就是有很多追求者 他们就好像鱼塘里的鱼一样 官宣之后鱼塘炸了 就是一时激起千层浪 鱼儿都奔腾起来了 懂了 我跟你讲 可能有反作用 鱼塘炸了之后 他们反而激起来 他们的征服鱼 他反而觉得这个女生 我一定要追到手 我跟你说 说的太对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 真是对我来说 就炸成什么样 我就觉得 他这个事情很尊重我 对吧 我觉得你既然谈恋爱了 你还需要什么鱼塘 什么叫做鱼塘炸了 你跟你闺蜜说这个事情 你觉得他是能拿得出来说的吗 这个你是怎么知道的 就是我偷偷看的 您知道他什么时候看的吗 我扁桃体发炎住院去了 我在里面做检查 他个医院门口偷偷看的 他都不关心我 他在那偷偷看我手机 那不是你进去检查去了吗 他不光看了 他还拍照了 他拍完照 他还给别人看 你就说这照片有 是吧 有 我们能看吗 可以看 看呗 谁怕谁啊 我看 我看到底是什么 行吧 好吧 那我不是到最后也发了吗 我也没屏蔽别人 其实我觉得他说这个话 是有原因的 他确实鱼塘挺多 他的微信里边 80%都是难受 你就不能自信一点 我其实挺自信的 但是我挺不住他真的跑出去找别人去 还是不够自信 但我就觉得他说我朋友圈里面异性多又是怎么样 那他才是真的双标呢 那他旁边的女生朋友更多 他一个男生跟三个女生共处一室打麻将 一打就打三四个小时 那你是跑出去喝酒 而且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那你不觉得很过分吗 您知道他更过分的是什么吗 他自从跟我在一起之后 他就把我的前男友的联系方式全部都删掉了 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 哎 你给你前男友说生日快乐了吗 我心想这人脑子有问题吧 他把我前男友联系方式都删了 他问我有没有给我前男友说生日快乐 结果后来我发现 他四月份的某一天给他前女友说了一句生日快乐 那确实这个事情的确是我做错了 就没有再发生过这件事情 而且我当时给你保证了 我好奇问一句这个叫谈恋爱吗 那我俩其实 这不就是女的养了一个鱼塘 男的也养了一个鱼塘 两个鱼塘堂主坐在两个堂边上聊天 哎 你看我这堂里没鱼啊 我去你那儿钓一个吧 不不 我这儿也没鱼啊 你们俩是这个关系是吧 你们是在谈恋爱吗 我很好奇 22岁 现在还是学生什么时候毕业 明年 怎么打算呢 咱们说说未来吧 他是比较想留在成都的 因为他们老是给了他很多资源嘛 我还是想就是离家里的父母更近一点 但是他就是不想谈异地恋 他就死活想让我留在成都陪他 我觉得我们在最该奋斗的年龄 就应该去做奋斗的事情 其实我俩都是独生子女 他想陪父母 其实我也想陪父母 而且我爸妈本来就是他们也在家中天都很想我 但是就是我是为了我们两个以后着想 我们两个要赛养四个老人 你觉得你们俩有以后吗 我其实觉得是有以后 我不管他对我怎么样 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说他即便要跟我分手 但是我也会挽留他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 就即便家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是交给我 但是我觉得无怨无悔 我愿意去为他付出 但是他有的时候 你不付出啥了 我觉得其实付出了很多的东西 就是天天做个家政该做的事吗 那就要付出吗 该奋斗的年龄奋斗 奋斗啥了呀 那所以就是要留在成都 然后我觉得成都有比较好的发展啊 然后我就可以去赚钱 然后去 赚钱干嘛 构建自己未来 未来是啥样呢 我觉得我的未来是美好的 啥样 正常的样子 不是 正常的样子是啥样 要会一下 我们两个在一块 还有四个老人 然后就是在成都 过着比较好的生活 比较好的生活是啥样 没法说 是没法说 拿个快递都积完半天呢 地里泼个水都积完半天呢 能有好生活吗 我就真的听不下去了 怎么着 你是打算河北姑娘是吧 对 打算回河北了 对 我也不知道两个年轻人到底是 你能感觉到就是在所谓的情感关系层面 双方都是很自信的 男生也很自信 觉得没问题啊 高高帅帅啊 对吧 我可以有很多异性朋友啊 追我的人也很多啊 我算优质男啊 女生就那个优越已经完全就写在脸上了嘛 糖都炸了 我承认我是有一片糖的 对吧 所以我能看上你 那也是你的福气 两个特别优越的人 走在了一起 我也不知道那个优越感打哪来的 反正就是可能 双方的追求者都比较多 我相信某一天 你们俩在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啊 你们俩自己都会脸红 我们那个时候怎么那么青春年少啊 怎么怎么这个事 我们都还还能这么去说呀 来 各位老师 你们看看该怎么办 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文件 你说你们两个人这个爱情故事 哪有真情实义的爱的流动啊 都是形式主义的那一套 什么亲亲抱抱举高高 不就是那个吗 宣誓主权 你觉得宣誓主权有用吗 所以为什么要来那套呢 你不就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吗 所以你真的喜欢她吗 你在意的根本不是说 让闺蜜看到你们两个人感情怎么样 你在意的是让闺蜜看到 你在她心目当中是有分量的 所以她怎么样无所谓 而且再换句话 你们两个人感情到底如何 你心里没数呀 你在家都卑微成那样了 你没数啊 所有的种种男生 我就送你三个字自找的 姑娘你也是 就尤其那个说你 你说你掉头发那一段 最后都能扯到说 你不心疼我身上 咱作为女孩子 稍微稍微 就是给自己 找点自尊心行吗 就是你绕 你也不能绕到自己身上 说什么 你都不心疼我掉头发 你心疼过你自己吗 大三的时候应该干嘛呀 每天躺沙发上 吃零食刷手机刷剧啊 谁给你们的钱 让你们在外面租房 你听听你们俩聊这些事 是22岁应该聊的吗 你们所有的时间 全浪费在这上面了 这边跟闺蜜聊的是什么 什么什么鱼塘炸 我都没听过这话 然后那边是跟女性朋友 打麻将 你们是在过大学生活吗 你们在过什么样的日子 浪费自己的青春和时间 你们除了这些玩玩闹闹 吃吃喝喝 玩玩乐乐之外 你们有考虑过自己未来 人生方向在哪里 我要过怎么样的人生 我要怎么样度过我的青春 所以感情的事 我觉得就不用说了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真的应该好好踏实 再来想想 自己的人生到底在哪里 你们如果这么虚度光阴的话 你们的生活 也不会善待你们两个人 现在麻烦你们利用青春的光阴 好好去学习 去成长 去找一份好的工作 谢谢 这情话呀 在热恋的时候多 很正常 但是你们的感情关系当中 如果只有情话 那就没意思了 很乏味 每天早上问你还爱不爱我 然后人多的时候 让你要亲请我 表示我的主权所在 多虚呀 你们之间有什么真情实义 你给他洗洗衣服 然后补补袜子 扫扫地 就说明你爱这个女人吗 可是你压根看不惯 她的所作所为呀 她躺在那儿 享受着你的服务 你把自己 称作为一个庸人 是吧 那你们这没有情感的交换 所以你们之间感情 我看不到 只是以感情的名义 来互相交换而已 互相交换什么呢 需求啊 你需要爱 你们爱听吗 我就说给你听 哪天你要是不给我做家务了 你看我还说不说给你听 因为我跟闺蜜就说了 我们俩可能不会长久 我觉得对这段感情 认识最深刻的就是你 女生 你觉得你们俩不会有长久 因为你已经和你 最亲近的人说了实话 而最亲近的人最了解你 最不断给你介绍异性的朋友 一个核心的问题 马上毕业了 那毕业到底是留在成都 还是回到老家 这个问题能解决吗 你现在你们感情状态 绝对是不可能解决的 删了所谓的前男友 或者喜欢他的人的那些微信 或者社交软件就可以了吗 能拦住一个女人的心吗 所以你们之间没有感情 现在只是一种新鲜 尝试 我觉得很快就会分开 女生需要想的是 你真的要人家看重的话 你在情感当中 你就得要有很专一态度 不是这边跟人说 我们不可能长久 那边又在一起利用人的 别人会看别人的 尤其是连池塘那些鱼 他们未必对你是真心 在爱情当中 我们一定要自尊 慈爱 才能得到对方的尊重 就这样 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 这个男生还有给他补袜子 还有干什么 我刚刚说到补袜子 我就跟米娜老师在聊 这袜子怎么补袜 你知道吗 这明明作秀嘛 这补什么袜子嘛 其实你知道吗 这就是 现在男生追工样一个方法 拼命让你习惯他 习惯他 习惯到一定程度 你就离不开了 现在对你百依百顺 将来你都是要还的 反正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都有很多不对的地方 你们两个人被困在了 浅薄的生活当中 你想 你在被他照顾的这一段时间 你连个头发 你撕到你都毫不出来 你连下楼 拿个快递的能力都没有了 你还有什么样 你将来还有什么样 就这种现象来看 我觉得你谈恋爱太早了 如果你真心有雄心壮志 说我的人生还要往前走一走 你不要被困在浅薄的生活当中 你有着本事 你往前走啊 你走了再说 那么早谈恋爱干什么 就你的朋友圈 不就是看不上他吗 认为你值得更好的吗 那你就往上走嘛 不要被困在这种浅薄的生活当中 至于你 首先我不觉得你有任何可怜 因为你这种做法 实在我见过太多了 大家都是这么玩的 你知道吗 但我真觉得你浪费时间 这个姑娘 不是你捆得住的 而且 你将来你做什么呀 你的梦想是什么呀 你的爱好是什么呀 你的专业是什么呀 这个专业里面 你能够达到成就有多高呀 你住在什么地方呀 怎么照顾父母呀 你什么生活都没有 你光知道补袜子了 你们美好的人生 美好的青春 马上就要开始了 暴躁一点 凶狠地走入你们青春 好好的 迈开步的 往前走 就这样 先得咬牙切齿地 把大学给好好念完 再去抱走青春吧 你自己说的 你跟我住吧 我照顾你所有 家务活我全包 这难道不是你 为了哄人家 你自己的承诺吗 我觉得这样说的话 就有点过了 因为我们两个 就一开始就决定要在一块 只不过是因为 我觉得我可以照顾他 所以你承诺了吗 承诺了 承诺了 对线啊 对线的时候 老在那里 啰嗦什么呀 你说你照顾是怎么照顾 我们理解的照顾 不就是有几种吗 一种呢 是日常生活的照顾 一种是物质上的照顾 一种是情感上的照顾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给的是什么照顾 日常的照顾嘛 倒个垃圾 清除一下头发 然后偶尔的话 可能我也不相信你们 天天一日三餐的 什么做饭洗碗 对吧 你们家务活也真没啥 出租屋应该只有巴掌大 所以真没啥 有啥好哼哼唧唧的呢 哼哼唧唧是为了讨表扬呢 还是表达不甘心 还是想要告诉这个女生 你很懒哦 因为你这么懒 只有我能够喜欢你 只有我能够容纳你 然后慢慢地让他自己 接受自己这个信号 我这么懒 我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只能够靠我男朋友 所以依赖上你吗 你是希望这样吗 都不是 你的优点是什么小伙子 你的女朋友今天在场上 好歹让我觉得 长得挺好看的 气质挺好的 谈吐挺幽默的 然而你呢 我现在知道 你会缝袜子 其他的呢 我也不觉得 你家务活什么的 干得有多好啊 因为一干就抱怨 你嘴上有那么多的废话 我们真不爱让你干活 所有的女人都知道 如果家里头的男人 想搭把手 但是嘴里碎碎念的话 我们宁可让他凉快去 闭嘴我来 亲近点 事太多 然后人太空虚太无聊 这个女孩子 一定是会回到 自己父母那边去的 回去也不是因为 她有多思念她的父母 而是因为那边 有她习惯的生活方式 那边有她和她的闺蜜们的 那一套价值观 所以已经认定了的生活 从她和她闺蜜聊天里头 其实你应该看出来几个讯号 第一个就是 她的闺蜜和她 聊起你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一些 柔情密意也好 尊重也好 而是告诉闺蜜 我是被迫的 如果她不是为了迎合闺蜜 对你的看不上 就是那是她真心的 为什么会真心的说那些话 因为她没看上 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女人有的时候 看不上自己的男朋友 要么来自于 我的闺蜜没看上 我心有点虚 所以我不好意思说 虽然我看上了 但我闺蜜没看上 那算了吧 我先不说 我迎合一下我闺蜜 还有一种就是 我没看上 但我跟她在一起了 所以我告诉我闺蜜 就是这个样子嘛 两个年轻人 因为寂寞无聊 两个人谈个恋爱 因为大学实习 离开了宿舍 觉得我们有点孤单 不如我们捆绑在一起吧 捆绑在一起 住在一块互相照应一下 这样来面对 我们未来的成年人的世界 可能会有一点 心里有点把握 但没有想到 你是一个爱事的 就是你不但在做家务上 碎碎念念 还一天到晚 就像是女人的半角石一样 她走到哪 你绊到哪 她想去参加个什么 你绊到她 她想去工作 你绊到她 她出去跟人吃饭 你老要亲亲 真的我要是她 我早就一把菜 糊到你嘴里了 闭嘴 亲亲吃你的菜去吧 你们的分手 是肯定的 就别阴阴阴了好不 咱就利索一个 在最后的时候 像个男人 直接告诉女朋友 我知道我还没有 成长成你想要的样子 我知道我还是一个男孩 我知道现在 我应该好好的 努力工作 对得起我的青春 你如果想回老家 我不阻拦你 能不能够像一个男人一样 说出这段话 一会儿就靠你了 而你也清楚 他跟你走不到最后 带不回家的 闺蜜也不会喜欢的 他们给你介绍的那些男孩 和他都不是一样的 心里很清楚 也就别装了 就立立所所的 跟他说清楚 告别了 以后能过得上 穿一双 扔一双袜子的生活 咱就不用要一个补袜子的男人了 其实我觉得你们值得拥有 就是这么年轻 两个年轻人值得拥有 特别好的青春 不要为你们这段所谓的情感 耽误了自己的青春 我没有看到这里面的爱 我没有看到这里面的关切 我看到在这里面的就是战友 肤浅的我没有看到什么爱 如果你们觉得那是爱的话 可能你们爱的深沉 我们不懂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趁还有一年的大学时光 好好的丰富自己吧 套入那句话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恋爱就到这里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可能我还是一个小孩子 但是 我对你的感情你应该知道 可能像导师们说的 确实 我某些地方做得非常非常的不好 而且我也是磨磨叽叽的人 小心眼 但是我觉得 其实我可以 为你改掉这些毛病 因为我希望我们两个 还是有未来的 我虽然不知道你是什么想法 或者说是 你朋友那边什么想法 但是 我就是这样 希望我们能继续走下去 其实你也知道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我确实没有对你那么上心 然后在后面 我觉得你最打动我的一点 其实就是你的真诚 你真诚的眼神 你真诚的言语 让我一度地以为 我就能跟你走到最后了 但是现在我觉得 我们也需要好好考虑 加油吧 年轻人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回 谢谢你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 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情感空格的观众 可以来电咨询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来来来 预测一下结局 我觉得两个人都不会出来了 男出女不出 双不出吧 双不出吧 看结局吧 请开门 来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复十几年来学校和父母的培养 好 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